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些时日 等别人搞定他 我们再去检线城的 张麻子有些不高兴 说道 财哥 我好久没吃过昏腥了 陈茂才来回夺步 想了一会 说道 那今晚我带你到柳如曼家去吧 张麻子更不高兴了 说道 他都三十多岁了 我才不要去找老女人 说吧 张麻子气鼓鼓地走了 陈茂才得意一笑 心想 这傻小子 哪能领略追女要诀 第二天一早 张麻子带着一个水灵灵的小娘子来到陈家 陈茂才十分诧异 就凭张麻子这张丑脸 加上那张笨嘴 是如何哄骗到如此漂亮小娘子的 还未等他开口 张麻子介绍道 财哥 这位是杨云芝 我今天要陪他去省城 莫空跟你去斗鸟了 他说完 还冲陈茂才使了下眼色 这就是杨寡妇 这小子一晚就把人家弄到手了 还公然跟他出来走街串巷 杨寡妇娇羞一笑 用袖子遮住了自己的脸 然而陈茂才早已经看到他了 弯眉凤木樱桃嘴 脸旁犹如星波的鹅蛋 白镜圆滑 这可是附近十里八村 一等一的美人啊 张麻子拉住陈茂才到一旁 也遇到 财哥 你看杨妹子长得怎么样 你不是自诩 在永州 你是追女第一人吗 这下可输给我了哟 陈茂才突然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莫想到打脸的滋味竟然是这样 可不能让这小弟卖口乖 他情急之下说道 我现在的目标是 孙园外的女儿韩香 男人嘛 有了钱 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孙园外是永州首富 可他的十三房妾室 龙共只剩下一个女儿 偌大的家业 只能招上门女婿来传承了 一时间 孙府的门槛都被踏破 张麻子又道 那我追到杨寡妇 可没花一分一理哦 我先走了哈 陈茂才看着二人远去的背影 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平时都是他的身边阴艳环绕 而张麻子在一旁留住哈喇子 莫想到他也有惊天 真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陈茂才越想 心里越是憋屈 他自视相貌不凡 风流倜傥 在附近是有名的美副杀手 可不想一招敬拜在相貌丑陋的张麻子手下 陈茂才心有不甘 他料定张麻子一定用了下作的手段 才得到杨云志的欢心 于是他开始暗暗跟踪张麻子 想得知他的手法 天刚麻麻黑 陈茂才便换上一身黑衣 偷偷去跑到张家 此时 张麻子刚吃完晚饭 只见他将大门一关 哼住小曲 静止朝杨家村走去 想必又是去优惠 那貌美的杨寡妇了 陈茂才不敢靠得太近 生怕被其发现 笑话自己 走了半个时辰 到荒郊田野之间 张麻子突然警觉起来 他环顾四周 确认身后默人 便跳进一处草丛之中 不见了人影 陈茂才眼看人要跟丢了 便快步上前 带他走到草丛附近 发现此处竟有一条羊肠小道 他顺着小道一路摸索过去 草丛高过头顶 人在里面 势力所到之处 不过一丈 不知道走了多久 陈茂才终于听到了人声 你小子不要命了 还敢过来 这是一把苍老的妇人生意 三太婆 我这才刚跟杨云芝好上一天 怕拿捏不住她 求求你 再给我一副药吧 张麻子低声下气地说道 三太婆说道 这要不是想用就用的 可是要用羊兽来换的 你肯吗 规矩我知道 四十年总可以了吧 张麻子问道 陈茂才一直在高草丛的掩护下 她看不清前面是什么情况 但听声音 她知道 张麻子是从这个所谓的三太婆手中拿了某种药 而正是这种药 蛊惑了养寡妇 传闻山中有个老太婆 专门炼制情药 想必就是这位叫三太婆的了 听住嘻嘻嘻嘻地拔动草丛的声音响起 陈茂才知道 张麻子已经拿到了神药 正在往回赶了 她怕被发现 只好迅速按原路奔跑回去 走出高草丛后 张麻子快步走向杨家村 陈茂才则在后方跟着 因为她不知道张麻子的药 是到底是内服还是外用 如果效果好 她便自己去找三婆要药 来到杨云之家 张麻子使劲地敲住大门 过了好一会儿 门内传来一阵不悦的声音 是谁啊 大半夜的还串门 是杨云之的声音 但却没有了早上的娇羞妞 而是带点怨气 是你张哥呀 云之妹子 杨云之听到张麻子的声音 更加不高兴了 说道 张哥呀 大晚上你别来我家了 邻居都在说闲话呢 等白天 有空再说吧 张麻子满脸不在意 他围住杨云之家转了一圈 找到了一处低矮的墙头 轻轻一跳 抓住墙头便翻了进去 陈茂才立马冲到院墙边上 贴耳扶扶听 只听见杨云之大骂一句 你这痞子 羞得无礼 紧接着传来一阵急出的脚步声 明显是张麻子在追赶杨云之 不一会儿 杨云之的画风就变了 张哥 你怎么才来啊 等得奴家好辛苦哟 这是怎么回事 陈茂才好奇兴起 他看了一眼屋子旁边的老槐树 便爬了上去 此时 杨云之已经和早上一个样了 他娇羞地看住张麻子 正往他的怀里扑过去 接着两人便进了礼屋 不到半盏茶的功夫 房内想起了激烈的动静 陈茂才立马跳下老槐树 翻墙进了院子 他细细查看每一处角落 终于寻到一个精致的桃制葫芦小瓶 想必 此物便是三婆给的神药 陈茂才连忙将要放进怀中 火速逃离了现场 陈茂才十分高兴 得了此药 那附近十里八乡的姑娘 岂不都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他想起了孙渊外家的小女儿韩湘 虽然人长得普普通通 但如果驯服她 自己便有望入坠孙府 那一辈子荣华富贵不断 远比考取功名要好 想住想住 陈茂才已经一丁点时间也不想等了 刻不容缓地奔向孙府 趁着夜色 身手了得的他 不费吹灰之力 便翻过了孙府院墙 并根据传闻 找到里院装潢最豪华的房间 陈茂才一直躲在院子的假山里面 静静等待 他要到所有人熟睡 才能下手 不然被张府的众多家丁围攻 纵使他身手再好 也难脱身 三更天 陈茂才敲摸到房门前 他拿出一根铁片 轻轻撬动门栓 咦 好轻松便打开了 他偷摸住来到床边 糟糕 他还不知道 如何使用此药 他轻轻晃动药瓶 发现里面满满当当的 可张马子明明使用过了 量却不见少 难道只是让人闻一下 于是他缓缓将瓶盖拔出 将瓶口放到熟睡中的孙寒香口鼻前面 一阵恶臭传来 孙寒香被熏醒 他看到眼前竟有一个黑衣人 拿住屎臭的药瓶 正对住自己 尸声大喊起来 孙府一下子便躁动起来 各处下人纷纷举住火把前来 自知难全身而退的陈茂才 想了一下 他用手 捏住孙寒香的鼻子 等其张开口时 把整瓶药都灌进了他的嘴里 可神药实在太过腥臭 孙寒香刚吃完 便作呕 一股脑地吐出一堆黑色的不明液体 虽缘外带住一帮壮汉破门而入 陈茂才只抵抗了一炷香的时间 便败下阵来 被五花大绑 虽缘外一脸暴沐 将一堆珠宝塞进陈茂才怀里 陈茂才大呼不好 这孙缘外 是想以入室盗窃之名 将他活活打死啊 他大喊道 韩香 是我呀 陈茂才 他还在祈求 神药有产生效果 韩香能像杨云芝对待张马子一样 瞬间跟他交好 能保住一条性命 孙韩香走进陈茂才 仔细打量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说道 我知道你了 你便是那自诩永州 第一风流的陈茂才吧 陈茂才大喜 说道 正是屈屈在下 只是浪得虚名 并不像世人所说的那样 孙韩香大笑起来 说道 爹爹 给他松绑吧 孙缘外 近一句话也莫说 便命人上前松绑 陈茂才内心 像灌蜜了一样 莫想到轻轻松松 就取得孙大小姐的芳心 他刚站里来 便有一只大脚 狠命朝他踹了过来 纵使他伸手再好 也躲不过这出奇不意的一脚 打他的 竟然是孙韩香 你这该死的银贼 半夜偷偷过 该该来为了本小姐什么东西 陈茂才疑惑了 难道是要莫效果 怎么他不对自己倾心 孙韩香又是一脚踢过来 此时陈茂才有了防备 轻而易举地躲了过去 孙缘外此时开口了 说道 瞎儿 我听传闻 殷山有个老巫婆 炼制了一种名为 和欢散的情谣 想必 此人是用自己的羊兽 跟那巫婆交换来了药 孙缘外对陈茂才说道 你小子够狠啊 你命都不要 就为了接近我家乡 什么 我不知道 陈茂才不解地说道 虽缘外继续说道 老巫婆传闻 是个被情所伤的女子 她的相好考取公民后 便抛弃了她 随后她便疯掉了 被一个妖道收留 后来她费尽一生炼制情药 帮那些多情男女成好事 但代价 是换取求要者的杨兽 陈茂才松了口气 说道 此药不是我求的 我只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 话刚说完 陈茂才的头发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 皮肤也慢慢松弛 接着 她连站直的力气都没有 衰老成了一个冒蝶老人 孙缘外哈哈大笑 说道 还不是你求来的 你命都要磨了 也不知道你这些年轻人怎么想的 换来何欢散有何用 只为那一夜春宵 太傻了 陈茂才牙齿都崩裂式来 一只一只往外掉 孙寒香看住恶心 说道 爹爹 快让人将他搬出去 别让他死在我房间 突然 陈茂才看到了一个不该看到的人 正是张马子 他穿着一身孙府家丁的衣服 站在孙寒香身后 他此时不是应该在杨允之家里吗 什么时候来的孙府 又是什么时候来当的孙府家丁 难道 陈茂才趁着最后一丝一石 发射出了手里的绣剑 直冲张马子面门 可此刻张马子正站在孙寒香身后 所有人都以为 绣剑是射向孙寒香的 张马子一把搂住孙寒香 并用自己的背挡住了绣剑 陈茂才用力过猛 瘫倒在地上 张马子一把拔下背上的短剑 对张员外说 死人是我的邻居 他都已经快死了 要不让我送他回去 免得他死在孙府 不甘不尽的 孙缘外宪张马子刚救了他女儿一命 也不当他外人 说道 张兄弟 一切按你说的做 莫必要杀一个将死之人 张马子背起陈茂才走了 陈茂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说道 张马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用自己的命 去跟巫婆换的药 怎么会夺取我的杨兽 张马子不作声 不多久 两人来到了高草丛处 张马子轻车熟路地走进小道 不一会儿 便来到了一个中年妇人跟前 三太婆 人给你带来了 中年妇人说道 很好 很好 你走吧 孙小姐的要笑 在十日之后的中午 你要把握好时间 谢谢三太婆 张马子向三太婆做医 然后离去 三太婆看住奄奄一息的陈茂才 说道 放心 你死不了 起码要等我将你炼干 还需要七天 喝过三太婆的汤药后 陈茂才终于恢复了些许力气 她问道 卫石膜是我 明明是张马子求的药 三太婆说道 药是人炼成的 有法力 谁使用 取谁的阳寿 那我卫石膜得不到孙寒相的欢心 药效哪有这么快 肯定要些十日啊 但那时 你都已经死了 你给人用过药后 要保证他药力生效时 身边只有自己一个男人才行 张马子应该可以成功 他救了孙小姐一命 十日之后 有办法与他独处 那张马子 也在杨寡妇身上用过药吗 她怎么不变老 她才没用过药呢 这要近四十年来 也就你一个人敢用 那她是怎么得到杨寡妇欢心的 你怕不是傻子吧 三太婆哈哈笑了起来 这女儿啊 有钱就行 那杨寡妇死了丈夫 家里锅都戒不开了 张马子卖掉了自家的田地 给了她一大笔钱 这不就行了 陈茂才一下子气得晕死过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点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